哈利路亚,愿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今天下午,我们要来继续谈福气的管道,第二点。 福气必须透过管道,才可以来到我们身边。 当然,主耶稣祂本身就是最主要的管道,也是一个福气的管道。 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章17节,约翰福音第1章17节,我们大家一起读。 第1章17节,律法本身界成摩西传的恩怨和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这里讲到在旧约,摩西它就是一个管道。 那摩西是一个怎麽样的管道呢 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给百姓的 因为如果摩西没有上到西乃山 那山下的百姓就无从得知神要他们做些什麽 所以摩西就是这个律法的管道 可是在新约里面提到一个新的管道 这是最主要也是一个更大的管道 他是谁 主耶稣基督 因为恩典与真理都是借由耶稣基督传给我们 所以像刚刚我们一起吃午饭 有一个很美好的团契 可能你现在会觉得有点想打瞌睡 可是只要确定你不要掉到地板就好 我们可以一起唱诗 可以一起听神的道 也可以领受神的圣灵 也可以被弟兄姐妹的爱所环绕 我们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 在未来我们还可以上天国 所以我们现在领受到的生命是多么美好 那这些恩典都是从谁而来呢 当然是从神来的 但是借由耶稣基督才传到我们这里 所以主耶稣 他就是最主要的管道 那他是如何成为这个管道的呢 他必须要牺牲自己 这样所有的恩典与真理 才有办法传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今天我们也每一个人 都要来成为这小小的管道 所以我们所领受到的福气 才可以借由我们这小小的管道 传给身边的人 那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谈到了 我们的管道有没有连到这个主要的水源呢 所以为什么每天或是每周来到主面前 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没有来的话 你就与这个主要的源头断绝了 如果每天你没有花一点时间在家祷告 也没有自己打开圣经来读一读 那你也没有连接到这主要的水源 你只是与这个世界连结 这世界会给你大量的讯息 包括娱乐或是资讯 或者是做生意或是赚钱的方法 所以你今天讲出来的话 就表示你这个管道正在经过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当你讲出来的话 就可以反映你从世界接收的东西 就表示你是与这个世界的源头连结在一起 你没有与神连结 但是如果你有与神连结的话 你这个管道里面就会充满真理与恩典 或者是反思反省自己 所以这个管道也很像是你嘴巴讲出来的东西 那请问你有连到源头吗 第二点我们早上谈到 你的管道有没有被堵塞呢 是不是被罪所堵了呢 或者是被自意所堵了 当然还有另外的东西可能会堵塞这个管道 我们的管道有没有被自私自利所堵上呢 我们翻到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三章 第三章十七十八节 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 第三章十七节 这里谈到我们的管道是如何被堵塞的 第十七节 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 塞住了 就像在墙壁里面有很多的管道 可是你在源头那里把开关关掉 我们知道在家里有一个最主要的水阀的开关 如果我们把这个关起来 全家就都没水了 有一次 当我以前住温哥华的时候 我的邻居来敲我的门 他说我们家的水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个水阀关了 因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 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们家都没水 请问我可以把我们家的水管 接在你们家花园的水管上吗 我就说当然可以啊 你是我的邻居 我不知道你家的水管出了什么问题 不过如果你需要 你是可以连到我家的水管 当然你所用的水 当然都算在我的头上 可是他是我的邻居 就住在我隔壁 我不能说我不管你 你家的事情是不关我的事 所以过了几天他又来告诉我说 我们家的工程已经完毕了 所以这个水不用再接了 其实我也很高兴我可以帮上这一点小忙 这不是什么大事 也不是什么大钱 可是这却显示出因为我们是邻居 所以我们要互相帮忙 因为有的时候他也是有帮我的忙 因为我才刚搬进去不久 我们家是住在一个斜坡上 有的时候下大雪 我的车上不去 他也有曾经帮忙接送我的小孩去学校 所以我也是很感激他 所以虽然只是住在隔壁的邻居 他不是在我们教会 也不是弟兄姐妹 可是当他有缺乏的时候 我们只能塞住连续的心不帮忙呢 我们不能说 我现在要去教会我很忙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曾经这样做比喻 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发生什么呢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 在中途他遇到了强盗 他被打得受伤 他就被丢在路边 第一个经过的人是一个祭司 谁是祭司 祭司就像今天教会的长老一样 或者是教会的传道 他们传福音也做神的功 结果这个祭司看了他一下就走了 第二个经过是一个立位人 谁是立位人 立位支派是神所拣选 他们是专职在圣殿工作的人 也是神所拣选的人 就像今天所有的真教会信徒 我们也会在教会为神做功 因为常常听道理也做神的圣工 所以非常知道道理 所以这个立位人看见这个受伤倒地的人 假装没事又走了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做呢 因为他们塞住爱心还有怜悯 可能他们有一些理由 可以为自己伸张说 这个不关我的事 可能祭司会说 我是不能碰死尸的 谁知道他是死是活呢 如果我碰了死尸 那我今天就不可以献祭了 可能他说 我现在赶着要去教堂 要讲道 我不能迟到的 或者是他会跟自己说 哎呀没关系 我不帮忙 等一下会有别人帮 不管是什么理由 都不是真正的好理由 因为他们塞住连续的心 所以就像这条水管 你知道为什么神那时候安排祭司跟立位人经过那一段路吗 因为神要他们伸出帮助的手 可是不幸的他们非常自私 他们知道神的道理 可是他们做的却很少 他们一点也不想碰 他们根本不想停下来 问问看那个人 他是死是活 最后是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 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 因为他们是混血的 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却停下来 看看他 问他你还好吗 他还有呼吸 接下来帮他的伤口包扎一下 然后也用油来帮他包裹 在急救之后就把他带去一个旅馆 也请求这个旅馆的老板 可以继续照顾这个受伤的人 直到他回来 他会付清所有的费用 主耶稣就称赞他 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能把福气带给别人的人 他不知道要怎么传福音 他也不知道讲这些爱啊 什么帮助啊 这种大道理 跟祭司还有利未人相比 他可能根本完全不懂圣经 他也不是个专家 可是他愿意成为传福气的管道 所以十八节告诉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不要只是在教会里面 看到弟兄姐妹就只会问安 说你好 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冷漠 就连你好都不愿意说 我们要问问身边的人 你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 你的工作还好吗 健康还好吗 不要以为我只是来敬拜神 结束了我就走 你有真的关心坐在你旁边的人吗 现在你如果看见真正有需要的人 你看一看身边有没有人真的有需要呢 有些人比我们还不幸 可能在经济上比较缺乏 或者是还没找到工作 或者是他刚刚搬来这个国家 刚刚搬来这个城市 你愿意去帮忙载他一下 或者是帮他一些忙吗 就是一点点 可是有时候我们塞住自己的灵敏 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城市 我问一个传道人 一个公人 一个指示 我问他说你能不能去帮忙载一个慕道者来教会 他马上就回绝我了 他说这个不顺路 我心里想说我知道不顺路 可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去接送 所以我来问你 一个慕道者愿意来教会 可是他没有车 就算他能够自己坐车来 可是也要花很多时间 可是如果你去接他 在路上你也可以跟他聊一聊 你在车上就可以表现出你的热忱 非常欢迎他来到我们教会 可是他马上回答我说 这个不顺路 早上来教会时间已经很赶了 我在心里就流泪了 怎么有人可以这样说话呢 你有车 你也是一个圣职人员 你认识耶稣这么久了 我请求你 你做这个小事情帮忙接送 你却马上就回绝 因为有时候我们把心里的爱心塞住了 可是感谢神五分钟之后 他打电话给我 我猜可能是圣灵责备他 他说 好吧你给我地址我去接 我感谢神 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是缺乏爱心 被我们的自私给堵住了 可是圣灵是会提醒我们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 神祝福你这么多 当你缺乏的时候 别人帮助你这么多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祝福你这么多 现在我只是请你去接别人 帮别人 你为什么能说不呢 所以为什么这里 约翰长老就说 亲爱的弟兄 不要只是说 神祝福你 哈利路亚 我很爱你 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 不要只是专注在自己身上 我们要真的在行为跟诚实上做出来 Brian sister ask yourself 弟兄姐妹 问一下自己 上一次你很关心 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什么时候的事 每个礼拜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真的问身边的人 关怀他们好不好呢 神在看着你 有时候我们甚至要这样 对陌生人来做 比如说你在开车 或者是你走在路上 有些人他们乞讨要钱 他可能就举着一个牌子 说我没有钱 没有食物 没有小孩 那你怎么做呢 当然你可能会说 不要给他们钱 你给他们钱 他们就去买毒品 他们只是骗我们而已 或者是你会说 如果每个人都给他们钱 那他就比我更有钱了 你可以说很多的理由 可是神祝福你这么多 你给他一两块 也不会让你变穷 或许这一个人 他真的是骗你 可是也有人 真的是有需要 你是可以真的 伸出手帮忙的 可是为什么 你塞住怜悯的心呢 或许你可以不用 直接给他钱 你可以把车上 让你买的食物给他 我知道有个弟兄 他去吃快餐的时候 他常常不只买一个汉堡 他会买两三个 他的朋友会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汉堡 他回答说 当我开车的时候 如果我看见有人在乞讨 我就可以把我买的汉堡给他 这就是关怀别人的心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 就不要塞住他 可是什么是最好的方法 来表示出你的怜悯呢 我们来翻到真言24章 24章11-12 真言24章11 一起读 12-12 如果说这是我为此知道 那何梁人心的情愚你白了 何手你命的情愚知道吗 报应个人吗 这里讲到最好的怜悯人方法 不是只有给他钱或是书物 是把他从死地解决住 这样他就不会被杀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一天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 可是如果你没有主耶稣 有一天你要面临有形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能不把他从死地拉回来吗 这个换句话说 就是你为什么不传福音给他 上个礼拜我在爱明顿 我跟我太太在旁边的圣洞 我们看见一个年轻人 他穿得很特别 全身都是黑的 是一个男生 身上有很多的刺青 或者是打着鼻环还有戴耳环 我就说这是个很特别的年轻人 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穿着跟我们大不相同 他骑着一个脚踏车经过我们 那他经过我们之后 后来我们在走的路上 遇到他就坐在小路旁边的椅子上 他看见我们走过来 他就马上把脚踏车往他自己的方向拉 他怕挡住我们 他说不好意思 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柔软 跟他的外表看起来很不一样 因为从外表看起来 他是一个很 彪悍的人 可是他讲话却非常有礼貌 所以你不可以从他的外表来评断他 他说不好意思我挡到你们了 那我们就说没有没有 没关系 谢谢 那后来我们就经过他了 走了一段路之后 我们就开始来谈这件事 我们为什么没有停下来向他传福音 我们为什么没有向他传福音 比如说乃教会 因为他看起来其实人很好 可能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面临很大的挑战 这可能就是他会有这样打扮穿着的原因 可是他的言谈之间 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个好人 或许他很需要主耶稣 我们为什么没有停下来邀请他来教会呢 或许他会拒绝我们 可是对我们来说也没损失 所以下一次不管有任何的机会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一定要把握 我们不应该塞住我们想传福音的心 你可以想象 除非你是在教会里面长大 要不然你一定是被人家带来教会 如果那个人在那天没有向你传福音的话 你是如何来认识什么呢 所以我们不应该塞住自己怜悯的心 昨天有一个装网路的人来到我们家 在他工作的时候我们聊很多 然后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我就给他一本玛纳杂志 我知道我没有太多时间向他传福音 因为他做完工作就要走了 可是至少我给他一本玛纳杂志 上面有我们教会的网站 那至少我们有伸出一点点 所以我想要请各位弟兄姐妹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可以成为神传福气的管道 我们已经成为信徒这么久了 我们是不是有曾经带人来教会呢 或者是我们有常常为主耶稣做见证呢 不要只是想到说我要如何做生意 我可以卖我的产品 或者是我们只是好朋友聊聊运动而已 你是不是塞住了怜悯的心呢 所以请把它清干净 第三点 要确认你的管道没有破掉或者是裂了 因为如果你的管子是破掉的 那你也没有 不要说破掉 就算只是裂了一点 你的福气也没有办法传给身边的人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家里的水管在墙壁里面裂了 不要说它整个爆破了 它只是裂开都会很烦的 因为只要裂有裂缝 那水就会渗出来 一个有裂缝的管子 是不能使用的 是不可靠的 那这个要应用到什么上面呢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第二章 第二章十一节 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一节 我们请读十三节 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 一起读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这是离弃我这活水的缘缘 为自己早起死死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死子 这里神指控祂的百姓 你做了两件恶事 第一个是离弃我这活水的缘缘 再来你为自己 凿出破裂的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破裂的池子 就是代表偶像 是假神 所以如果你相信 这个偶像也就是假神 就像你把你所有的水 都存在这个破裂的池子里 那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 什么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呢 如果你不能信靠神 你只靠自己 或者是你告诉其他人 要靠自己 那你的池子就是破的 譬如说其他人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 告诉你他的烦恼 或者是你就告诉他很多的建议 你要更努力工作 你要更聪明一点 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 你要更聪明一些 你要知道法律 这表示你给出的建议 就是说你要叫他相信这个世界 当然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资讯不是不好 但是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身为神的孩子 我们遇到问题是有一个原因的 是神允许这个困难出现在我们面前 可是当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却是用这个世界上的方法 你没有反省自己 也没有信靠神 那你就像一个破裂的水管 有一个姐妹 她正面临婚姻的考验 她有一个很不快乐的婚姻 她把这件事情告诉另外一个姐妹 另外一个姐妹告诉她 我就知道我跟你说过了 男人不是好东西 现在你要去开一个秘密账户 里面存钱 不要让你丈夫知道 然后你要去研究一下法律 万一有一天要走到离婚 那你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那这个姐妹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啊 如果这是外面的朋友 给她的建议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是教会的姐妹 是的 如果你婚姻面临问题 第一 你个人要先回转归向神 是的 你丈夫或许有他的软弱 也有做错的地方 可是身为妻子的你 是不是也要想一想自己 是不是要改变什么呢 第二 你要为自己祷告 也要为丈夫祷告 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 不要只是抱怨 要祷告多一些来信靠神 那这样的建议就是代表你是一个传福器的管道 因为没有任何的裂缝 可是如果你只是给出这个世界上的建议 告诉另外一个信徒说 你要把钱藏起来 不要让丈夫知道 如果有一天真的走不下去就离婚吧 找一个好的律师 还有要先报警 那你就像一个破裂的管道 你是根本没有帮忙 因为你只信靠自己 要记得所有的坏事发生在你身上 这都是神允许的 为什么神允许这些坏事发生呢 因为神要你改变 神要提升你 要造就你 这样你才会改变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神面前 所以不要成为一个破裂的管道 给身边的人建议让他们去靠自己 你只是在伤害他更多一些而已 还有什么情况你是一个破裂的管道呢 我们来翻到十篇十九章 真言十九章 十三节 真言十九章 十三节 一起读 这里讲到有两个情形是非常令人厌烦的 如果你是一个父亲 你的儿子非常愚昧 那就毁了你的人生 有时候宁愿没有儿子 也不要有一个愚昧的儿子 你可能没有孩子 你会有点孤单 可是如果有一个愚昧的儿子 到你老年的时候 他还是让你有很多的祸患 这样的愚昧不是指着说 他不能赚大钱 或者是有很高的学历 那些东西跟愚昧没有关系 愚昧的意思就是 你没有办法走在神的道路上 人生一直在做出错误的决定 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也给父亲带来很多麻烦 所以请不要成为愚昧的儿子 当然如果你常常读经 常常祷告 你就不会成为一个愚昧的人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在婚姻里面 谁是这个破裂的管 妻子的争吵 就像雨连连低漏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女人在婚姻里非常重要 可是女人也有可能是麻烦的来源 一个好女人会支持她的丈夫 会鼓励丈夫 会爱丈夫 照顾丈夫 让丈夫觉得很安心 可是也有一些太太 那整天都很喜欢埋怨或者是吵架 一直讲话 一直讲一些负面的东西 一直都在抱怨 我们来翻到 也让真言27章 27章的15节 一起读 大雨之日 连连低漏和争吵的妇人 我们知道连连低漏的水管 其实很烦人的 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这里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姐妹 是的 有时候我们看见丈夫有一些缺点 我们要为他祷告 也要鼓励他 可是不要一直在他身边碎碎念 就像一直滴一直滴 你可以说一次 过了一段时间你可以说 这是第二次了 如果你讲了三次他还不改 那你该怎么做呢 你要为他祷告 求主耶稣帮助他 有的时候你就只能忍受 你不能改变他 就只能接受他 可是不要一直不断地刀刀念 对孩子也一样 尤其是你的孩子已经成为青少年 今天明天我們都有父母的講座,所以我希望所有的父母都可以參加 當你... 現在的青少年他們常常會戴一個耳機,是一個很大的耳機,那裡面是可以消除雜音 你想說你對他講很多次,身為父母的說,我講了十次你都還沒聽到 可是如果你的青少年不想聽,即使你說了一百次都沒用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反省自己 有時候不只是女人,男人也會這樣做 我現在有一個發現,中年男人其實也很愛講話 聖經不是只有講女人,也是講男人 如果一個男人在講話的方面,老是一直重複一樣的東西 你也像一個破裂的管子,一直在滴水 那為什麼一個男人或女人,他們會講話講個不停呢? 在他心裡到底存著什麼東西? 其實是焦慮 如果心裡感覺到非常的擔憂,其實嘴巴是會講個不停的 因為他想要生出控制的東西 你想要讓別人聽你的 讓我再重複一次 現在不是只有太太會刀念 其實有些丈夫也是會把太太念到非常的受不了 特別是當你已經到了中年,中年以上,四十歲以上,包括我自己 你的孩子長大了,他們不想聽你唸太多 當你回到家,沒有孩子可以唸,你就唸你的另一半 為什麼要唸這麼多呢? 看身邊什麼東西都不順眼 特別是男人,當他們退休之後,他們就唸更多了 所以有一些太太非常害怕丈夫退休 她會說,你繼續工作吧,不要退休 因為你每天去上班,至少有八個小時不在家 那你待在家一整天,你就是整天唸走了 什麼東西都看不順眼 為什麼? 因為心裡有太多的焦慮 所以想一想自己你是不是一直在唸一樣的東西 可能在你心裡有太多的焦慮 你想要控制 可是你身邊的人卻不想被你控制 可是你一直說一直說,就是你想要把控制權拿回來 你要放手 別人不聽你的很正常,為什麼大家都要聽你的呢? 他們孩子已經長大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 只要他們不離開神 不要再唸了 我們要把控制權交給神,而不是我們自己 所以如果我們一直在吵一直在唸 我們就像一個破裂的管子 沒有任何的幫助 所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破裂的管子呢? 還有另外一種破裂的管子 我們翻到傳道書 Ecclesiastes chapter 10 verse 18 Ecclesiastes chapter 10 verse 18 傳道書第十章十八節 十章十八節 一起讀 這裡講到另外一種滴漏的情形 為什麼你的房頂會滴漏呢? 為什麼你的管子會破裂呢? 不管是房子在滴水,或者是水管破裂 這都會造成房屋的損害 為什麼你願意讓這個情形一直發生越來越嚴重呢? 因為手懶 比如說你看到房頂開始有水滯了 如果你很認真地照顧你的房子 你可能會馬上找人爬上屋頂去看一看發生什麼事 你不會讓這個情形越來越嚴重 你不會說這只是一點點水滯而已沒關係的 只是這裡地而已,我去睡在那邊 如果你不修理它 最後可能整個屋頂都會塌下來 那時候你可能花十倍的錢來修理 因為懶惰 所以今天什麼是我們的問題呢? 是的,一切都是從小事開始 我們想要成為一個傳福器的管子 可是有一些小地方是我們自己的生命出現裂口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先修理那個部分 我的管子到底是哪裡出問題 我們要先修理它 所以在神面前我們要常常檢視自己的靈命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我們才可以真正成為一個傳福音、傳福器的管道 Let's sing him for 19 我們一起來唱詩419